这是我们有时间的计算 今天元夜初一 明天元夜初二 每一天都付给他一个名称 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就留下一点一点一点 就完成了一年 事实上每一点里面 都有无穷的内涵 无穷的内涵又什么都没有 我们现在如果往回看 往昨天看 往前天看 那其实就是一些印象 一些影像 一些记忆 一些巴士田里面的影像而已 你说他有吗 在哪里 你说他没有吗 真的没有吗 他随时都会影响你当下那颗心 你当下那颗心的作用 内涵 其实都跟过去 可以讲息息相关 也可以讲了不相干 你若有自主性 那就了不相干 你若没有自主性 那就是息息相关 那那个自主性是什么 就回到真正的知道它是什么 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有自主性 有相应性 它是对的 如果它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搞不清楚 那就没有自主性 而且还被它随时在掌握 所以 这个当然很不容易说 但是那个原则 你慢慢可以掌握到 那不被任何东西转的 就是有自主性的 被任何东西转 那就没有自主性 那我们到底什么东西 会被转 什么东西不会转 我们的意识 随时都在转 所以叫前六识 被色转的叫做眼识 被声音转的叫做耳识 事实上 那个都是抓一个工具 抓一个我们说它的根 抓一个工具 可以起作用的 可以主持这件事的主角 那就把它跪到它上面去 事实上 眼睛自己不会看 耳朵自己不会听 事实上 是里面有一个更细的东西 可以分别 可以明照 可以辨别的那个东西 那才是识 那它会辨别 是不是就随时被静转 所以这里面很细 如果我们用的是意识的话 大概都会被静 跟静相应 那相应了以后 是被转 还是你转它 如果被转 就没有自主性 如果你转它 就有自主性 那转的时候 是你去转它 还是你自己在意识上转而已 只是自己在那边转而已 这个还要再进一步去探讨 所以修行呢 就是不断的认识自己 一定要先把自己找到 才有一个可以修的主角 如果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还是误会了 把那个不是我当成我 那整天在那边 应用这个不对的我 那当然我们就有问题 那一般我们讲 所有友情 凡夫 通通通是这样子 就把那个自以为是的 你则当成我 他不认识我到底是谁 所以就在这个迷糊里面 无明里面 不断的自己骗自己 不断的自己准自己 这个就是轮回 那事实上 轮回的那个我 是无明的我 是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你一直以为它存在的我 那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 不随着因缘变 不随着任何东西变的 那是你 那能不能找回来 如果那个找不到 那一切都没有意义 你自以为修的再好 事实上意义都不大 那意义都是你自己定出来的 我们在譬如说 我觉得拿个学位很有意义 那你就去追求去付出 到最后拿到学位了 那个学位给你什么东西 但是你一直觉得得到我要的了 有成就感 事实上能够让你成就的 是把你造成这个我的东西 我的所有组成物 然后去达到某一个效果 你比如说拿到博士学位 其实是要在某一行里面 某一个领域里面 那再能够深入的探讨 能够广泛的了解 广泛的运用 那拿这个博士才有意义 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阶段 一些条件 那你能不能从这个阶段再往上 能不能应用你已经有的条件 好好去应用它 这才是那件事情的根本意义 不是做哪一件事情有什么意义 是做完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产生了什么功德力 它意义是在这边 所以其实好好去思考 我们会发觉 其实什么都不值得追求 好像什么都没有意义 但是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所有的众生 就变成没有目标 变成没有作用 而那个目标 那个作用 其实是我们负给它的 所以很重要 不是你要你不去追求什么东西 你要想着你追求东西 是你负给它意义的 主角是你 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完成 到最后 到最后无所求 发觉说 没有什么再需要追求的了 没有什么需要再追求 不是那时候变成没有用 而是那时候 就真正的大用 已经所有条件我都具足了 我需要的条件都有了 那我要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 那是大自在 大圆满 所以我们学佛其实还是一样 就是所有生命里面 一个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学佛就是让这个我 这个真正的我 达到圆满 这就是学佛 那要怎么样子圆满 第一个当然是要有智慧 学佛看清楚所有事情 人事物都能够弄得清清楚楚 那What 它是什么东西 Why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How 要怎么样子 然后里面一个很重要 叫When 时间 时间点 那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这叫如一切智 我们去认识到每一件事情 它的来龙叫做如一切智 去脉叫做近一切智 它是怎么来的 会怎么变化 变化成什么样子 到最后是什么样子 这个来龙去脉都弄得清清楚楚 那我们的修行就很扎实 在这里面就不迷糊 不彷徨 不犹豫 那这个才是 稳稳荡荡荡的我 无始不在定中 为什么能定 因为你心清清楚楚 所以如果没有智慧 也不能定 也不能解脱 也不能圆满 所以不管在做什么 都要清清楚楚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修 在修什么 到底要修什么 就在修 随时保持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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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有便迹所值 我们现在都是便迹所值 便迹所值 无时无刻 不再起心动念 无时无刻 不再攀缘 无时无刻 不再分别 无时无刻 不再取舍 这是我们的心 现在的心 真正的我们的心是什么 就是那一份 本来的清清楚楚 那个本来的清清楚楚 的圆满是什么 什么都清清楚楚 这叫如一切至 近一切至 也称为无上正等正觉 没有东西是迷糊的 不清楚的 都清清楚楚 那当然这个里面就有 就要修了 你若没有修的话 怎么从清楚 到比较清楚 更清楚 无所不知 什么都清清楚楚 那什么是清清楚楚 不是我们想象里面那个万能 不是 而是认得当下 成显的人事物的因缘 然后跟你有关 你清清楚楚 跟你无关 你也清清楚楚 这个跟我无关 跟你无关 当然就不需要去清楚了 因为跟你无关 所以 为什么说佛度有缘人 佛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为什么只能度有缘人 因为 跟他没有缘的就跟他没关系 扯不上关系 所以他根本 帮不上忙 他也知道 这个我帮不上忙 所以他不会起烦恼 而我们是很想帮忙别人 人家不被你帮忙的时候 你就起烦恼 因为你以为你应该帮忙他 你以为你可以帮忙他 事实上前两个都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错了 无明 所以就起烦恼 那帮不上忙的 你硬要帮就会造作很多 完全不相应的业 那当然就造业 而不相应 造业呢 我们在造作过程里面 就一定要造作 造作一定要付出 一定要有动作 那无形中其实是在损 在损你的能量 那我们会修的是越来越有能量 不会修的是也积极一些能量 但是很快把它耗掉 甚至呢 过度的应用 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 那当然你就越来越虚弱 越来越做不了主 所以修行 真正的修行 它是很清楚的 那现在比如说科学的进步 也是在做这件事 不是你所有的业都在耗损你的能量 不是 恶业耗损你的能量 善业不仅不会耗损你的能量 是在储存你的能量 累积你的能量 所以 为什么诸恶莫做 种善奉行 因为你做种善奉行 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大 你的心的寒容度越来越大 你的心的作用力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一定是 我们修行就是在修这些东西 不要怕 不要怕任何东西 也不要以为任何东西 好有意义我一定要去追求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所有意义都是你付给它的 你认为有意义就有意义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 它还是有一个因果在 还是有一个法界的因缘在 就好像你不断地跑 就会跑到终点吗 不是 你要先晓得什么是终点 然后你往那个终点跑 才会到终点 但事实上 每一个终点又是你的起点 当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这时候又要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运作 又以那个终点做起点再往前走 所以没有终点没有起点 那个起点就是你起心动念 那终点就是你觉得 这件事情我做完了 但你的心什么时候真正会停下来 没有 不会 那不会的话有一种说法 什么叫做阿罗汉 足事一半 我不再觉得什么事情有意义 我还得去照做的 这叫阿罗汉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说 这个是焦牙败种 你明明一个生命 它是无穷尽的 你为什么会把它设一个终点 没有道理 所以整个佛法的眼镜或者内涵 其实也是阶段性的 所以佛三转法轮也是一样 刚开始当然就转这个所谓的小圣的法轮 让你找到一个没有烦恼的 不再攀缘的境界 而接着下去就要探讨 这境界到底是什么 所以第二转法轮叫般若法轮 然后到三转法轮 就如来藏的法轮 三转法轮 这个是从历史的 就从佛陀的那个说法的动机 还有所结的缘 讲出来的 那当然一般我们都 三转法轮的说法是 是 劝 然后正 就我们在讲开示误入那一种方式 首先告诉你苦极灭道 接着劝你去端苦 然后不再造恶业 然后能够修行 到最后达到涅槃 劝你去做这件事 到最后就证明这个苦极灭道 是可以证的 苦可以断 疾可以离 道可以修 灭可以证 我们 这个叫一般在讲的三转法轮 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 还是停留在苦极灭道的探讨上 还没有达到整个法界的拓展 或整个实相的探讨 因为苦极灭道很明显 只是要解决我们本身的轮回的问题 那他对任何事情的实相 没有 不说 在这一块没有很琢磨 然后到波折法门的时候 这时候就开始探讨 万法它到底是什么内涵 然后到如埃藏法门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跟整个法界 如何达到相应 如何达到圆满的境界 所以这个通通是佛说 但是我们学的人 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相应 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 安安传的基本上就在苦极灭道上 在这个地方琢磨 那大圣尤其在中国 其实很多是在波折这一块琢磨 当然天台华言也在如来藏这一块琢磨 净土其实依着是如来藏的想法 但是所强调的 其实是跟前面的小圣苦极灭道 大概也是相同的 就是追求一个终点 追求一个能够住的 安住的点 但是那个东西其实在深入去探讨 到了那一点以后 你还是要去探讨第二转的因缘 第三转的如来藏 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 我们说花开见佛悟无声 悟那个无声其实就是懂得一切法 缘起信空 然后你要倒架持航 要回小向大 要回入沙坡 那个就是又另外一层的道理跟行为 理跟事其实它是相应的 你懂什么理才能做什么事 所以我们对佛法到底了解到哪一个程度 你现在重点在哪边 阶段在哪边 我们要知道 不是说我认为什么就是什么 不是 我认为什么是什么是这时候你的身口意 就是你的业力或者你的条件的认知 千万不要以为那真的是对的 还要再进一步探讨 但是如果你现在以为对的 你都不敢确定 那么这个对就没有意义 就没有能量 信为道言功德母 你就相信我这样子的理解是对的 那它才会开始产生那个作用 你对那个理的认识的作用 所以我们还是得随时用功 对外要寥寥分明 不要随便被转 对内更要随时保持 清清静静的 明明寥寥的 稳稳荡荡 如果能这样的话 就是对里面没问题 对外面也不会误解 那这样就是 我们生命除了你哪一天断掉了 你的生命其实不可能断掉了 不可能 但是那个 跟我们所谓的长 不要误会 不是那个东西 长跟断 只有你知道 也只有你能让它长 或者让它断 但是那个让它长 让它断的 是背 背长 背断 所以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 所以现在我们很重要 就不要把不是当成是 这个就是一般的众生 把不是当成是 那什么是 一定要先知道 什么是 拿这个是 再去印证什么东西 都是是 找不到是的东西 你以为是 通通颠倒 这个 我讲起来很轻松 但你理解了以后 你也会很轻松 一切都只能随缘 因为一切意义都在随缘里面呈现 一切的意义都在随缘里面呈现 一切的意义都在随缘里面呈现 但是随缘你变了没有 随缘你如果变 那个我就做不了主 所以要随缘不变 那做得了主 又要随缘不变随缘 这才是真正的自在 才是真正的无碍的境界 而我们现在都在 我跟随缘里面矛盾 那不对的我 以为是我 那随缘里面又失去我 那这里面当然就一塌糊涂 完全做不了主 那一年 我们讲过去了 但是过去了没有了吗 没有 不是没有了 你现在在 只要你在 你的觉知在 你生命就在 觉知不在 这可以起作用的生命 当下好像没了 不起作用了 但是你又 觉知又现前 你又在了 那觉知呢 不是你的意识 当然对我们来讲 不理我们的意识 当然就是我们的意识 不是 是 这里面一定要 知跟是 要分得清楚 有了知以后 是不是问题 以为是是知 大有问题 这就刚刚我们在讲 认识我 真正的我了以后 你就处处无碍 不认识我 以为我就处处挂碍 因为你一开始就无名 一开始就搞错了 那修行 要不断的往内 往内是往那个究竟处探讨 那为什么讲往内 你如果往外的话是无穷无尽 往内的话总有一个 可以探讨的 内还可以在内 内还可以在内 但到最后 什么是真正的内 没有外 没有内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内 所以到最后 真正的内就是空性 你一定要晓得 无我空性 那无我空性以后 我在哪里 我就融在这个大空里面 通通是假我 没有真我 所以如来藏地 又不是在讲常法 不是在讲有某一个东西 它永远存在 永远不会消失 不是在讲那个 所以如果以为那个 就跟外道 跟那个 印度他们 讲的那个犯我 就无恶无别了 事实上不是 佛法不是那样子 但是这个很难很难 但真的很难 又很简单很简单 因为它本来如是 有什么比本来如是 简单的 为什么难 你自以为是 要找那个本来如是 就很难很难 所以 那个无明 你要知道 无明从哪 从哪边生 无明莫名其妙的生 没有来处 你说 哪一个念头起来 你去找念头从哪边来 找不到 念头长得什么样子 找不到 因为它既没有像 也没有颜色 什么都不是 然后它到哪边去了 那当然也找不到 来 无来处 去无去处 住无住相 这就是我们以为是的心 以为是的意识 它是一个幻化的东西 不是真正的东西 但我们这个幻化的东西 你把它当真 那就 一切就被它掌控了 你被它骗了 它不断的骗你 我们修行就是要 不断的看谁在骗我们 我们不要被骗 所以 自然就不被静转 进一步还能转静 你想骗我 我告诉你 你骗不了我 我告诉你 你该怎么样才对 不仅仅不被它转 而且还转它 那这个当然就是 空性的明的作用力 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心 我们的自性 的本来面目 本来可以起的相根用 这值得我们好好去 下功夫 如果能够真正的掌握到 那你即同如来 如来再来 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当做对了自己的时候 每一个人看你都是对的 就像小孩子 他该读书就读书 该运动就运动 你会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子 小孩子你不会把他当大人 他只要尽本分 做他该做的事 我们就觉得这是对的 那一样的 我们要变成怎么样子 对的人 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不要做那些完全不相应颠倒 但是也不要随便就给价值判断 那个常常就是我们的业力的呈现 在这里面不断的修 不断的调整 弄到对 你就会觉得 哇好棒 我自己很棒 因为自己自在 自己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然后现在我们的生命 又是我们能掌握 我该做什么我就去做 所以 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在 那每一个 当下的自在 就是我们生命 最高的境界 最大的意义 让你每一个当下都很自在 那这里面当然有小自在 有大自在 比如说我自己在官房里面我很自在 但是我在群众里面的时候 我自在不自在 我在因言俱诸的时候很自在 我在因言不俱诸的时候很自在 我在因言不俱诸的时候自在不自在 这个就要不断的不断的修 不断的练 不断的练 我自在不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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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我们的存在 因为我们进一份我们该进的力量 所以就把这个道场弄得很稳定 很庄严很清静 那就是 一件很棒的事 所以我想 大家的付出 农天护法都知道 大家的用功 农天护法也都知道 那这护法在护持什么 就是在护持这些真的想修的人 一个真正想修的人一定会成就 自己稳定 外游助力 内外和和 当然随时无时无刻不再 深口意很寂静很安稳 很放松很自在的状态下 祝大家 时时刻刻都保持 身心宁静 身心绝躁 身心放大光明 Om A H 天 是 神 人 神 人 神 神 神 谢谢大家